二千年后,萧若元述往事,论当世,思来者 和大家一起细说太史公,史记 今天讲韩信龙幻列传第三十三 这个韩信就不是我们认识的韩信 因为我们认识的韩信,最熟悉的韩信 《怀音后韩信》就是在上一个列传说了 现在讲这个就是韩王信 但是两个都是同一时代,同一个名字, 韩王信者, 故韩商王,孽孙也,是亡国的韩商侯, 那些树生的孙,长,八尺五寸, 特意讲这个,这个是一个高佬,很高的,这个尺寸, 即是现在六尺多高,及 顾汉梁之立楚后怀王也,当汉梁 立楚怀王的时候, 焉齐召毅加以前王, 这四个都立以前六国的后代做王, 唯韩无有后, 是韩国未曾立,故立韩朱公子, 立了韩国的朱公子, 横阳君成为韩王, 这个就是汉梁所立,立了韩城做韩王, 若以府定韩故地,叫他去平定韩国以前的地方, 汉梁敗首定徒, 都汉梁被蒋韩杀死了之后, 城奔淮王, 汉梁就是走奔, 这个奔字,去怀王那里, 到了桂公引兵,激阳城, 劉邦帶兵打阳城, 使张良以韩司徒, 韩下韩故地, 张良就是用韩司徒的身份,去收拾 韩朝,韩国以前的地方, 得信,得到韩信, 以为韩将就用他做将领,率领韩国兵, 张其兵从沃公入武关, 他是带兵跟着劉邦入武关的人, 沃公立为韩王, 沃公做了韩王之后, 韩迅重入汉中, 韩迅就跟着他入了汉中, 乃遂韩王若,他和韩王怎么说呢, 汉王,王朱将近地, 汉王将那些朱将, 手下的将领,封王, 全部在很近的地方,很近就是从中原来说, 封王,而王獨远居此,而 汉王你被他赶到去看一片这么远的地方, 此左遷也,这个是降跡, 士卒皆山东人,你的兵士 全部是山东人, 其而望归,全部是跌高脚趾,希望翻向下, 及其封东向,如果你用他们作为前锋, 打回去的时候,可以增天下, 是可以争到天下, 汉王还定三秦,到汉王, 打回去三秦的时候,乃许迅为韩王, 答应了封韩迅做韩王, 先拜信为韩太尉,先未做韩王之前, 就封了他做韩太尉,将兵略韩地, 叫他带兵去打韩国的地方, 汉籍之封諸侯皆奏国, 汉籍封了諸侯,之前说, 去奏国的时候,之前说韩王城, 以不从无功,因为他没有跟汉宇,就入到关, 不遣就国,不让他回去做韩王, 更以为列侯,将他贬了做诸侯, 及问,汉遣韩迅略韩地, 聽說汉找韩迅去修复韩国地方的时候, 乃令故汉,汉籍尤吾是, 于是就命令汉宇在吾国旅行的时候, 吾令郑昌封了他, 做韩王去韩国,以拒汉,以抵挡汉兵, 汉二年,韩迅略定韩十余城, 韩迅就平定了韩国十多个城, 汉王至河南,汉王去到河南的时候, 汉迅急击韩王昌陽城, 就去打汉宇派出的汉王, 这个就是郑昌, 在阳城那地方, 昌汉,这个郑昌投降了, 于是,汉宇派那里的势力就没有了, 汉王乃立韩迅为韩王,就把韩迅立了作韩王, 常将韩兵从, 经常带着韩兵跟着刘邦去打仗, 三年, 汉王出营阳,汉王去营阳的时候, 汉王迅周阿等守营阳, 负责留守營阳,及楚拜營阳, 结果楚国攻陷了營阳, 迅航楚,韩迅就投降了给汉宇, 以疑得莫,但没多久他就走掉了, 復歸漢走回去跟汉王, 汉復立以为汉王, 汉就再把他立作韩王,大家要留意劉邦这个人, 得到天下之前很宽厚,很肯原谅人, 投降了给汉宇,回来又再立作韩王, 竟从激破汉宇, 接着刘邦打贏了汉宇,汉席, 天下定不了,天下统一了, 高祖五年春,遂与佩父为韩王, 于是就把他封了为韩王,正式分了地方给他, 王泳村的首都在泳村, 明年春,到了明年春天, 尚以韩迅才武, 因为韩迅是一个很强壮打仗很厲害的人, 而他所皇帝,他皇的地方在哪里呢,以前的韩国地方, 近拱落,近洛阳, 南碧苑叶,东有淮阳, 这些地方,当然是天下竞兵住, 都是出勇猛打仗的兵的地方, 那刘邦觉得很不安乐,而且很近洛阳, 作起反上来很大威胁,乃召显, 韩王迅叫他去皇太原以北, 守住太原以北的地方,太原在山西, 當然是,太原以北,山西北面, 秘玉湖去負责抵挡 匈奴,都晋阳, 叫他立的首都在晋阳, 信尚书苑, 他就想尚书怎么说呢, 郭披边,我的郭是在边境附近, 匈奴掃入,每年匈奴都来打很多次, 晋阳去蔡远,如果我在晋阳做首都, 做郭都, 离开边境很远,那就不方便去抵挡匈奴, 抵挡匈馬印,希望搬去馬印, 搬去邊境那裡, 尚許之,劉邦答應了, 尚乃骰致馬印,韓信就搬去馬印那裡, 照兇奴,穆頓, 麥頓,大為信,兇奴,結果他去了馬印, 這個竹叢,兇奴帶兵來包圍他, 信素使使湖求和解,他沒有辦法, 就派侍者去找兇奴,要求 講和,看法兵救之, 看見他被圍,當然會來救他, 而信素艱使,有異心,聽說他屢次 派侍者去兇奴,懷疑他想投降給兇奴, 使人責讓信,就找人去罵韓旺信, 信孔珠,韓信恐怕會被高祖殺死他, 恩與兇奴約共公漢,於是就和 兇奴合起來,一齊反轉頭打漢,反作反, 以馬印,韓湖,用馬印投降給兇奴, 激太原,而且進軍太原,好,這節到這裡。